贤妃娘娘 贤妃娘娘 不好了 我们家贵人 我们家贵人见他红了 总会如此 有了晚上之后 主编开始复通 因为主美常言有复通之事 奴婢还以为不要紧 许太医请了吗 你已经去请了 永黄 无论听到什么动静 都不许往姨贵人那儿去 听到吗 是 姨贵人 姐姐 姨贵人昏死过去了 姨贵人 怎么会这样啊 世子送来的这副耳椎个真好看 红宝室最趁主了 你看这蝴蝶都栩栩如生的 奴婢要不要给主换上 主儿 主儿 思红室室的 烟习宾终于出世了 是吗 又有贵子生不下来呀 走 咱们去瞧瞧 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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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毛巾 贤妃娘娘 炉台在腹中 没能动静 快 快 快 毛巾 贤妃娘娘 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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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醒了竹儿 我们每天跟她在一起 不都好好的吗 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在照顾她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贤妃娘娘 实在没有办法了 微臣只能用药 催下仪贵人腹中的死胎 以免留在母体中 连仪贵人也保不住 为什么 微臣也不知道 只能等催下龙太后 才能诊断 请贤妃娘娘 海贵人挪动一步 稍后小心 如军 我让她要戏 我让她说 我让你不想看到 我让你会想到 我让你不想到 皇上 皇上 你要不要去看看易贵人 皇上 朕不敢进去 为什么 为什么朕的孩子又没了 为什么朕登起以后 一个孩子也活不了 是不是老天爷 在惩罚朕 惩罚朕 遂得了九五之尊的尊荣 却失去了 父子的天伦之了 皇上 你已经有了三个阿阁了 还会再有的 你快回去守着永连 除了你 本宫谁也不放心 皇后娘娘 您别急啊 我能不急吗 易贵人的孩子都没了 本宫少了一个指望 皇上也一定很伤心 都是贤妃无能 怎么这么快 是啊 虽然本宫知道会如此 可还是心情 朱儿 事已至此 眼下趁机搬倒贤妃才是正经 请主时下 去安排吧 奴婢知道了 龙胎为何保不住 容微臣戏禀 微臣已经催下了龙胎 可 可这龙胎有意 不像寻常胎死腹中啊 胎死腹中本就不寻常 难道还要你们来告诉这吗 龙胎已经成行 看得出来是个男胎 但 从母体的脐带到龙胎 全是青黑色 显然是中毒 怎会是中毒 朱儿 我怎么了 朱儿 您有喜了 咱们和世子多年来的期望 终于实现了 这个孩子来得真好 真好 皇帝 皇嗣接连出世 这后宫已然成了乌糟之地了 让皇阿娘一步到养心殿过问此事 儿臣实在惭愧 你是中宫皇后 这件事必得细查 不然外人还以为是你这个中宫皇后 管制后宫无方 儿臣明白 仪贵人身边的人 个个都在细细盘查 慎行司惊奇摩摩们 最是做事做老了的 不怕问不出来 仪贵人如何了 人醒了之后 一直吱吱呆呆的 茶饭不思 皇后 你要多安慰仪贵人 要安慰仪贵人 唯有查出真相 才算是安慰 皇上 臣妾一定加紧查问 不过 事情出在延禧宫 贤妃是衣公主位 难免有失职之邪 皇后说的没错 仪贵人若是寻常滑胎 贤妃都免不了职责 何况这次是中毒 那就先从延禧宫查起 贤妃娘娘 仪贵人在延禧宫出事 他阁中的东西都要先查 那是当然 仪贵人的膳食每日都有记录 还有些残根冷治 尚未到点 奴婢会一并带走 站住 这什么 这是一个人怕冷 烧的碳盆 还有红螺碳 烧剩下的碳灰 碳盆留下 还有里面的碳灰 也都给我留着 是 下去吧 太医说你体内残余胃轻 需喝些红花牛细糖 你体质虚弱难免会腹痛 你不用担心的 并且没事 是 你看 这是我给我孩儿做的衣服 他还没来得及穿 就这么走了 好 贫妾就是想不明白 到底是谁 容不得贫妾的孩子呀 我的孩子 他是谁 的 有人 是吗 我 好了 他 他 他 是 我真的可以出去了 为了避免奴才们怠慢 我特意跟皇后娘娘请求 来亲自接你出去 你们母子的冤屈 今日终于可以洗澡干净了 你是说 皇上知道是谁害了我们母子吗